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披露了肖战 吊威亚的小细节 令人一时感慨万端 虽然《狼殿下》太适于三年之前 但是在导演的笔尖 所有的回遇却是如此鲜活的流淌着 并且触及了每一个喜欢《狼殿下》的观众 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幕后人员 而从《狼殿下》的上映效果来看 他们做得很好 超乎很多人的意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发文中导演还直言戴旭 要知道戴旭二字常常和魏丸在一起用的 换句话说就是未完待续了 说到《狼殿下》导演的发文 如指点江山一般 将当时拍摄《狼殿下》的景况一一拖出 这些愉快的瞬间可以拿出来晒晒了 是啊 的确是可以拿出来了 毕竟大家期待已久的《狼殿下》终于上演了 空降支持的惊讶 以及看到精品制作剧集的感慨 哪怕是到了现在 仍然有不少人会浮现一种不真实感 包括小景 当然了 导演虽然说是愉快瞬间 确实是有说有笑有泪的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知道 实景拍摄仅此一点就增加了不少的难度 在《长文》中导演不仅谈到了王大鲁李青 而且也说到了肖老师 也就是肖战 说起在拍摄的时候 肖老师调威亚都快错误了 这是导演的原话 这个细节虽然只有寥寥数字 在一起背后折射的含义和间隙 却是厉透之辈的 我们知道导演披露的肖战调威亚 这个细节仅仅只是万千细节之中一个 然而即便如此 你我也能够管中窥抱一夜之秋了 不过最终 《长文老殿下》传现出来的效果却是出人意料 却有情理之中的好 无论是台词剧情还是镜头BGM 或者是演员演技等等都相当在线 真心值得当初那一份坚心付出 而有意思的是导演在发文中也提及了这一点 所有人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不过对于粉丝而言 却也注意到了导演职员的代序 这个才是一切源头的关键吧 因为只有未完才会有代序 而至于这个代序到底是上新播出 还是其他一些话序等等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相信结果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另外呢 而今日肖战录制歌曲的一段20秒花絮 在网络上流传开了 这个花絮还是首发于中国娱乐报道 严格赛日圈颇有影响力的媒体 而肖战录制的那首歌曲便是两只老虎 也就是为同名电影现场的推广曲 值得一提的是 与该电影相关的两个演员 一个是赵薇 则应该一个是 一个是赵薇 另外一个则是葛优 而在这个花絮当中 我们也再次领略了肖战 作为一个明星艺人的敬业精神 一言以蔽之 高配合度 张写了敬严 在这个20秒的花絮中 我们看到了不同于舞台 不同于MV中的肖战 其实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从舞台上 还是在MV中 都是明星艺人 经历过多次彩排之后 呈现出来的效果 堪称完美 而在这些花絮中 发布的则是 直抵完美道路上的小坎壳 小磨难 那这是往大了说 而咱们还是要说回花絮吧 因为越是私下的花絮 也就越能够看出 一个明星艺人的义德若和 相应于舞台上的光鲜亮丽 在这个花絮中 肖战的高配合度 也彰显了敬严 一个明星职业者的敬严 比如说工作人员 让他做某个动作的时候 肖战就回应说可以 当工作人员询问 嗓子是否OK的时候 他回应可以 当摄影师要求他 达到某个效果的时候 肖战依然回应可以 总而言之 在这个短短的20秒花絮中 面对于幕后工作人员的 任何一个要求 肖战的所有回答都是 可以 我可以 此经此景 不禁令人想到了 肖战曾经手拿了 那个我可以的折扇 也连想起了工作室 曾经谈及的肖战的口头禅 便是我可以 如此种种 全部都绝在 如此种种 全部都绝在一起 肖战在私底下工作中的 敬业形象也就 悦然直上了 除此之外 肖战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 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隐形眼镜都是硬带的 最终高效完成 而关于这些却少有人知道 在此小景并不想去 为肖战立什么人设 他也不需要旁人 给他立什么人设 我们只需要知道 无论是怎样的职业 都会有人在默默努力 竭尽全力的 将自己的工作做好罢了 也都值得大家的尊重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我可以 最后只能一提的是 这个话题的发布方 是中国娱乐报道 并不是什么路透之类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 去观看和传播咯 说话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